或许最著名的艺术的雙年展 就是威尼斯的雙年展 而雪梨雙年展 希望能够媲美威尼斯的雙年展 请看我们的制作人曲吉敖 以及摄影主任王延超 来自于雪梨的报道 创始于1973年的雪梨雙年展 是展现国际当代艺术创作 各国艺术家交流对话的平台 提升城市文化艺术水准的重要媒介 是亚太地区第一个当代艺术雙年展 也和威尼斯 圣保罗 同立国际三大艺术雙年展 这届主题未来已经到达 只是分配不均 探讨真实与虚拟世界的交错关系 艺术家如何回应策展人的提问 我们前往双年展最大 也最重要的展览场馆 寻找答案 我们现在要前往的是鹦鹉岛 鹦鹉岛是整个雪梨港湾 最大的岛屿 它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曾经作为盟军太平洋的修船基地 现在废弃之后 成为雪梨雙年展的最佳场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0年将鹦鹉岛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91年前 它拥有全澳洲最大的船屋 现在是露营观光圣地 和影视拍摄场景 落起红砖房 模糊斑驳的隔窗 挑高深远的工作库房 再找不到比这里 更适合收纳艺术家 大型心智活动的创作结晶了 原本的技工实习空间 成为前法兰克福 芭蕾舞团艺术总监 西方舞蹈界经典创作者 威廉·佛赛的剧场 我认为他一专闻的 一切专闻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人 但是他专闻的 他专闻的 所谓的专闻 而是专闻的专闻 专闻的专闻 专闻的专闻 这是为何我们移动的 专闻的专闻 所以这些纲 有600纲 他们让我们专闻专闻 但他们改变了 他们所以我们真的有 专闻专闻 所以我们真的有方式 专闻专闻的专闻 超过20公尺高 广大1640平方公尺的 开阔涡轮大厅 悬挂巨大的透明充气装置艺术 南韩艺术家李沛 以引人联想的新登堡飞船 和热气球造型 邪尼曾经对未来充满热情 和梦想的乌托邦年代 同时哀悼失去的理想主义 这就像是像一个集团的集团 整个集团是集团的集团 但我使用很多图像的集团 从历史记忆的记忆 我们知道这故事 是一个美好的梦 但是仍然是一种新的梦 雪梨雙年展 有七个主要场馆 各有象征意涵 鹦鹉岛代表现实之馆 新南威尔斯美术馆的主题 则是灵性 经验丰富 同时具有学院和实务背景的策展的 Stephanie说 雪梨雙年展的特色之一 在于选用许多公共机构 作为展场 来自英国的他 实际走访这座城市 发掘不少特殊或废弃的空间 例如殡仪车站 这里距离One Central Park绿建筑不远 新建于1869年 融合意大利和新古典的 哥德式教堂般建筑造型 1947年前 都被当成与逝去亲友 最后一段相处旅程的起点 专程前来的送行人士 最后会与安放遗体的棺木 共同搭上火车前往墓地 台湾艺术家蔡家卫的作品 恰如其分的全市双年展 过渡概念的主题 百字铭是一个咒语 然后主要是用来进化 其中一位和我一起书写的喇嘛 他教我在书写的时候 心中想着但愿每一位看到 或闻到这个箱中的众生 能够得到对于死亡 所造成的痛苦上的一些解脱 对于死亡 人类多伴随着复杂的情感 常以负面极端的情绪看待 但没有人能逃脱地开 艺术家认为 逝去并非终点 而是一种转化或者过度 手工打造三种尺寸的箱中 一圈圈的罗文 书写着中 阴 藏文的密宗咒语 百字明 让安息王者的岛词 随着燃起的清香 鸟鸟飘散 顿入空无中 还有一些不那么严肃 正规的场域 也列入雪梨双眼展的导览图中 In between 是策展人的发想 它意味着介于两者之间 就像是城市的皱褶处 有可能它就位于两堵墙之间 看似什么都没有 却正是当代艺术费解 和耐人寻味的地方 Stephanie说 花上几天时间 实地造访来自35个国家 83位不同艺术家的作品 你就会更了解这个城市 这个国家 以及当今真实虚拟难分 历史与未来并存的世界 这就是雪梨双眼展的意义